在訴訟上面提出了一個讓你截圖 結果發現是破解人家的密碼 然後借機翻牌的 這樣子的方式真的可以嗎? 這很常發生在 外遇或者是劈腿的案件 嗨 大家好 我是苗心律師 前陣子喔 超強系列的Soya 放了一支分手的影片 片中就有提到 會發現男方劈腿 先偷看了男方的手機 在Tray上面呢 又出現了一番的討論 甚至下方的留言串 還有看到幾個因此離婚的案例 還延伸到勞資跟契約糾紛等等 各式各樣的跟老闆客戶的對話截圖 那到底在我們的法律上 LINE的訊息的截圖 可不可以作為一種證據? 基本上是可以的 所以只要對方不爭執說 這是他用的LINE 那這就會是一個有用的證據 我們甚至在發案的時候 很常會去提醒客戶 有一些關鍵的表示 你不要透過講電話的 你就去傳訊息給他 讓對方回訊息給你 一般如果進到法院 能不能夠當作證據 還會檢驗兩件事情 第一個是 它是不是跟原件具有同一性 那它的困難點就在於 首先LINE訊息如果截圖下來 會有一個原型的大頭貼 那你要怎麼證明這個大頭貼 就是你本人 這大頭貼其實很容易替換 甚至很多人都不放自己的照片 過去就有遇過一個保險業務員 日常和客戶聯絡的時候 都是使用LINE 就連客戶要求要更改收益人這件事情 也是透過LINE來傳訊息 結果這個客戶A過世了之後 保險業務員就捲入了計程訴訟裡面 客戶A的子女 則是拿出A的手機裡面 講說這沒有相關的訊息 也就是這些子女 想要去推翻 A在生前去更改收益人這件事情 就還好 這個保險業務員 都有把跟客戶的訊息 給好好保存 他就把這個手機的訊息的截圖 都提供給法官看 最後法官呢 也接受了這個LINE截圖作為證據 所以要避免這些紛紛牢牢 你手機這個最原始的對話訊息 最好都還是留存著 並不是說你截圖下來變成照片就安穩了 因為將來都還是有可能被推翻 但LINE的截圖還可能遇到的挑戰就是說 這個當事人到底是不是同一個 譬如說他整個手機號碼根本換掉 所以LINE也不可能是同一個 其實遇到這樣的狀況 真的是還蠻難處理的 那一般常見的截法有幾種 首先第一個是交叉比對 譬如說如果他LINE的暱稱呢 是Jack成 那你用其他的證據 譬如說去看他臉書自介 自稱自己是Jack 或是有人tag他 在內文裡面提到的Jack成 等等的 這時候可能就可以當作是一個輔助的證據 第二種就找證人 因為過去他用Jack成這個帳號 來跟你傳訊息 通常也代表他也會用同樣的帳號 跟其他人去做溝通 如果你可以找到這個其他人 來幫你佐證說 對 這個人的帳號他就是用Jack成 那這時候也可以做一個輔助的證據 這第三個 則是很多人會想 既然是LINE的對話紀錄 那就直接透過法院 發行給LINE公司調閱不就好了 但是呢 多數這一類的公司 常常會講說因為個資法的保護 他只有在很特殊的狀況下 才願意提供給法院或者是檢察官 那一點是唯利 過去法院能夠成功調到相關紀錄 大多數是比較嚴重的犯罪 譬如涉及性侵害或殺人等等 再來要講講也是很多人會在意的 如果今天有人他在訴訟上面 提出了一個LINE截圖 就有發現是破解人家的密碼 然後借機翻牌的 這樣子的方式真的可以嗎 這很常發生在 萬日或者是劈腿的案件當中 例如說就趁另一半睡著的時候 去用指紋解鎖 或者是翻牌電腦上跳出的訊息 這時候確實是有可能涉及 觸犯反派秘密罪人問題 但事務上也有不少人 避掉了這個犯罪 那這是因為 妨害秘密罪他的要件裡面 有一個無故的要件 也就是你是無故 沒有一個正當理由的狀況下 去做虧視竊聽竊入的行為 那過往確實是有不少法官和家官 會認為 如果是為了維護自己的家庭 而去做相關的收證行為 雖然手段上面可能會有點瑕疵 但沒有達到犯罪的程度 但要強調 如果要用這種情形來避掉犯罪 那前提當然也是 你們是有一個家庭配偶的關係 所以如果只是正在交往的情侶 去用這樣的手段 那本身構成犯罪的風險 還是蠻高的 但是如果超過了合理的範圍 這也是有可能會有問題 譬如說過去就有一個真實案例 有一個非常愛吃素的老公 他為了想要去收集證據 每三天去解鎖一次他太太的手機 然後每次都做一次完整的拍攝 總共八個月 拍了75次 高達1455張 他的老婆和小王的對話訊息 在這個個案當中 法官就認為 老婆的隱私權的侵害的程度是更高的 遠高於老公所要維護的這個配偶權 但要另外提醒一件事情 其實違法取得的證據 將來在訴訟上還是有可能被法院拿來當作證據使用 一碼歸一碼 有人他願意用違法的方式被刑罰處罰 沒關係他都要拿到這個證據 那法院他不見得說 這是違法證據所以不能用 必須要是很嚴重很嚴重的情形 譬如說要用施暴 然後像是過去這種言行拷打的狀況下 拿出來的證據或錄影 這時候才有可能被法院給排除掉 像有些人可能聽過什麼毒素果實理論 一開始手段不對 你後面的東西都不能用 但只能講在法院上 不完全是這麼一回事 所以如果有這一方面的疑慮 擔心說你要提出一個證據 可能會害到自己 提出來之前 建議你要先請教過專業 那講完了剛剛前面這些內容 就可以知道了 這LINE訊息的截圖 確實有可能被拿來當作 法院公訪的一個證據 但最後想要提醒的是 在一些關鍵的場合 建議還是不要用LINE訊息來做 舉例來講 如果今天是有人欠錢 或者是有人欠租金 你要去終止租約 跟他吹討款項 你用LINE訊息 通常都還是會伴隨著一定的風險 因為你永遠不知道 一個有心要LINE疲的人 他進到法院 他會去鬼扯些什麼 所以遇到這種 跟自己權利比較重大相關的 最好都還是用純真心函 來去做相關的表示 留下相關的紀錄 會比較理想 那大家對於這個議題 有什麼想法或問題 都歡迎在下方留言說說 好啦影片就到這邊 喜歡的話 記得幫他按個讚 也可以按下超級感謝 小而贊助我們 支持我們走更遠 就這樣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